当地时间2023年9月26日 首场法国预言灯会推介会 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应邀参加的重要嘉宾 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公史贤文化参赞严振权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刘洪格 巴黎风情园园长 陆威明轩集团秘书长 马克·安托尔·拉梅先生 复兴旗下预言股份总裁胡亭洲 以及法国政界、外交界、文化界 和巴黎旅游界的代表 为积极响应今年中法两国元首 会晤达成的共识 中国上海城市文化名片 预言灯会与巴黎风情园 拟于2023年圣诞前夕 至2024年春节期间 在法国巴黎举办山海友邻主题灯会 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传统民俗文化点亮冬日巴黎 揭开中法两国建交纪念 及文旅交流的序幕 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 向中法人民的友谊献礼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刘洪格 在欢迎词中说 我们很高兴 此时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举办山海友邻 法国预言灯会推介会 开启中国飞仪彩灯的浪漫之旅 灯会正式开展期间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将继续作为法国公众探索 中国传统节庆文化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窗口 与各位携手 为法国公众奉献一场场 中国文化盛会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公使贤文化参赞 严振全在致辞中 首先代表卢沙野大使 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向这次活动致以衷心的祝贺 他说上海御园灯会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他首次出海 今天上海御园和巴黎风情园 穿越数百年历史 到达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举行合作项目启动会 将为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和中法文旅年增添光彩 巴黎风情园园长 陆威明轩集团秘书长 马克·安托安的杨梅先生 在致辞中 首先简要回顾了中法六十年前 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 共同做出的中法两国建立 大使及外交关系的 重大历史性的决定 他也简要介绍了 这座拿破仑三世 决定建筑的巴黎风情园的历史 并说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巴黎风情园 被陆威明轩集团全资收购 如今是法国第四大游乐园 每年接待两百万游客 他最后表示 希望疫情后 会有更多的法国和中国游客 游览巴黎风情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圣诞节期间 巴黎风情园将灯火通明 是举办法国预言灯会 推介会的极佳场所 最后 预言股份总裁胡婷周表示 预言和巴黎风情园 能有机会共同携手 打造出第一个 极具文化传承意义的项目 也是预言股份 在法国当地 诸多合作伙伴的坚定支持下 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举措 标志着我们文化出海战略 迈出成功的第一步 也为将来 预言股份的全球化战略提速升级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希望预言灯会 能搭建起一座跨国度 同时空的文化桥梁 传递对中华两国关系 最为诚挚美好的祝福 至此完毕后 预言股份与战略伙伴 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 他们分别是 复兴生态企业葡萄牙保险 瓦勒 铜绪出版社 有风出版社 最后还举行了灯组捐赠仪式 法国预言灯会结束后 预言把将在巴黎风情园 展出的名为白鹿的灯组 赠送给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并在中心长久展出 持续地将中国文化 向世界表达 法国预言灯会是我们在2023年 就是我们在上海预言灯会的基础上面 那我们今年在巴黎和上海 想同时去订阅的一个 很好的灯会 那它是结合上海经的 整个的传统故事 去年我们在预言灯会 用的是上海经的山经 那今年我们会用海经的故事 然后结合明年因为是龙年 所以很好的一个结合 打造的一个灯会 所以今年我们会在巴黎和上海 从12月15号开始 就是同时亮灯 那中间经过就是 包括中国的和法国的很多的节日 圣诞节 元宵节 春节 那么一起有一个 差不多72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的灯会 会是一个怎么讲 中国的文化和法国文化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呈现吧 想知道一下 为什么你们选择法国巴黎 作为预言灯会出海的第一站呢 对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 是因为中法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明年是2024年 是中法建交的这个60周年 那同时的话 也是正好是前段时间 我们的这个习近平主席 和法国的这个马克龙总统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讨论 那说也是希望加强 借此积极吧 加强中法之间的关系 那第二的话呢 明年是这个法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我觉得结合这个盛世吧 也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县礼 给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上海和巴黎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有悠久历史的城市 那这个上海最早被称为东方巴黎 那本身就有很多这个浪漫的这个时尚的元素 那巴黎更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两个城市的这个结合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把第一站选择了巴黎 对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法国预言灯会有一个主题 我们刚才介绍了 那么哪些关键词呢 就是能够说给大家 让大家牢牢记住它呢 好吧 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关键词叫东方生活美学 因为坦白来讲 灯会是这个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 是这个劳动人民的一个很好的 追求幸福 追求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我们把这个场景带过来的话呢 就是把传统的东方生活美学的这个概念 能够带到巴黎 带给我们的这个 在巴黎的华人 包括我们在巴黎的这个 所有的全球的人民吧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词 第二的话呢 我觉得是古典加上时尚的一个传承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灯会 除了用了上海骑渠机的海经 像我前面所讲的 那我们也用了很多西方的这个时尚的元素 那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 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那第三个的话呢 我觉得是一个 丰富多彩吧 为什么 因为除了灯会本身 我们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表演 有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呈现 所以它是一个市集 加上一个灯会 灯会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这两者 我觉得加在一起的话 一定会给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吧 或者我们的这个来访者 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欧洲卫视 巴黎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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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